今天,台湾女歌手孟婷伟在社交平台上,被曝光四年前灵魂内幕。 据悉,孟婷伟是曾经红遍两二三帝的一代日女小美人。 曾演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,修打打的玫瑰镜悄悄的开,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等代表歌曲。 孟婷伟与其经纪公司张俊鹏于2004年结婚,2013年1月孟婷伟发完,表示两人性格不合离婚。 在当时,被传为两人婚姻的差组者张暖雅于11月20日,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声称,孟婷伟当年离婚事件真相并非属实,而实际上,孟婷伟有违法律道德,在婚内曾做出对不起张俊鹏的事, 并认为,其实纪念慕并非是外界所认为的善良冰清玉节。 随后,张暖雅再次发文,陈孟婷伟在婚内与其同性助理多次发生关系,在东窗事发后利用离家出走的方法,迫使张俊鹏先自离婚。 张暖雅更是附上该助理参演孟评委MV视频立正事件真实性,张暖雅提出,即使离婚后两人依然在一起,同时安排该助理认识现在所在公司。 文章发出后,获得当时同公司廖佩玲点赞,同时评论,太次好人的人,不见得真的是一个好人。 不仅如此,11月下午,廖佩玲更是进行补充,肯定了张暖雅的对言论。 时间发生后,孟廷伟点赞一条微博,内容无故往别人身上泼脏水,示威公然侮辱罪,以及诽谤罪诽诽谤罪。 不少网友认为是其对此事的侧面回应,目前,孟廷伟公司回应此事是一人家误事,避免伤害无辜小孩,决定不再回应。 不少网友认为,此事为张暖雅作为万人,只是想要进行操作,并非知晓事是真相。 不知道你怎么看此次事件和张暖雅的做法呢? 更多八卦,就在惠火之民来一人一杯骚扰,机场案件远发文成,从上到下摸科匾,曾被豹面容忧众进照。 如今首度公开体重,扬言要为婚礼减肥时间,迪丽热巴些细杀青,花式剧照曝光,造型却糟糕,非常丑。